打開印有台鐵LOGO的木製盒 一邊是環島鐵路路線 一邊是仿製台鐵名片是車票票櫃 每一個都存放不同站點 記錄台鐵136年的歷史軌跡 隨著台鐵將線下管理局頭銜 明年元旦改成公司制 推出限量紀念車票透組 已經掀起話題 因為他是已經要結束台鐵 這個台鐵局 所以我是想說這個東西 每一個車站都有它的區間 其實它還是有它的歷史意義在 對 所以如果就收藏價值來說 應該是不會算貴 想買一份月台票 為了讓鐵道迷做最後紀念 台鐵局29日起限定三天 在部分車站販售 已經停售的名片式車票 像是二水三明四角亭無毒等 數字一到十的車站名 吸引粉絲搶買留念 最喜歡的嗎 應該是九站頭吧 因為他在內灣線 然後小時候很常去內灣玩 然後都會路過 所以就對這站 而且名字很特別 所以就特別有印象這樣子 現在還蠻開心的 因為畢竟是專程來買這個東西的 看看明年一月起自強號票券上 原本印上台灣鐵路局 通通改成台鐵公司 至於台北車站東側門外 現在依舊是交通部 台灣鐵路管理局 一月一號總會接牌換上 國營台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化掛牌前夕 台鐵內部已經悄悄改裝 提前在牆上張貼安全線章 上頭有董事長跟總經理的親筆簽名 元旦當天正式生效 應有台鐵管理局扛棒標語 明年元旦也一起走入歷史 繼續劉佩穎黃宏傑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競技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競善競美 競好新聞 明年元旦 useWiN Jim Jim Jim